今天我们去逛超市了 买了好多好多东西 因为我们打算明天就离开中山了 离开卖鱼家这里了 这个时间感觉过得很快 一转眼这个年就已经过掉了 晚上我们把车上的东西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明天就可以直接出发了 我们在超市里最主要就买了一些水果 还有饮料之类的 因为广东这边的天气还是比较热的 晚上还比较舒服 然后白天的话就稍微的热一点 看看回来的时候冰箱已经清空了 然后走的时候把冰箱给它填满 除了这些水果饮料 还有一些面 这个叫公仔面 公仔面的话只有广东这边有 卖鱼以前我喜欢这种小一点的 弯仔面跟一个碗一样那么小 这个小一点就适合卖鱼 卖鱼的话每次就饿的时候吃一碗就行了 这个味道也可以 这个多买几盒 多买几盒的话 以后对吧 路上就可以给你吃了 还有买了好多这种桂林糕 我是发现了在广东这里 就是卖桂林糕的这种品牌也特别多 你看买的差不多 这也是桂林糕 一种两种三种 桂林糕的话是降火的 所以说广东这边容易上火 所以说卖桂林糕的也是特别多 路上常备桂林糕 桂林糕还挺好喝的 跟甜品一样 是啊 一点也不苦 还有这个还有买了几盒酸奶 酸奶反正就是这种饮品之类的 在广东都比较多的 剩下的全是水果了 剩下的就全是水果了 这水果也不是太贵 反正也不是说特别的便宜 还有一个买了一个蒜蓉酱 广东这边就是吃什么 就喜欢放这种蒜蓉酱 以前我们在广东吃的时候 这边卖的蒜蓉酱特别好吃 我感觉比外地的话要好吃的多 一开酸奶大白立马就凑过来了 给你喝点酸奶降降温好不好 刚刚还在那边 剩舌头呢 这一下就出来了 给你喝酸奶 你自己开 我开不了 我给他开吧 让你帮大白开 你又喝一口 大白你看 你在这里啊 冻戳不开 知道吧 打不开 我给他戳几个冻 知道吧 惨的 又忍不住喝两口 知道大白为什么不喜欢你了吧 这些天我们也没有走 所以冰箱里也没有放东西 所以就没怎么买酸奶了 大白已经好多天没有喝酸奶了 转眼间我们这个年就已经过完了 然后感觉这个时间过得蛮快的 过完年大白就已经快六岁了 每年我们都是带着大白回家过年的 不管是去我家还是到卖一家这里 家里人都说了 家里人都说了 就是人家都是带着娃回来过年 你们每年回来都带只狗 家里人呢 都有点为我们着急了 想让我们就是赶紧 赶紧结婚啊 这样子的 我们原本就是计划的嘛 就在那个年前的双十二嘛 12月12号 然后领证的 但是呢 因为一些事情嘛 然后呢 就被影响到了 嗯 我和麦芸呢 我们两人在一起时间这么长了 其实呢 也就差一张证而已了 嗯 我们想 就是我们领证呢 其实领证呢 其实我们是随时都可以领的 我们既然呢 已经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领证呢 领证的日期啊 一定要是 一定要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日子 不能说谁 嗯 反正就是这么多年都过来了 对吧 所以呢 也是不差那么一些天了 所以呢 我们想的是啊 最好就是 能在今年的十二月十二号吧 哈 有个好日子 有个好日子 哈哈哈 对 其实呢 就是我觉得结婚那个日期嘛 对吧 一定要是 呃 对自己是比较有意义的日子啊 嗯 对 这样子以后 呃 两个人就是老了以后啊 说起来呢 对吧 也能想到这个日子啊 到底是 呃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选的会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日子 啊 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也不能呢 就是像老人家说的那样嘛 就是啊 觉得哪个日子好了 你们领的就可以了 啊 老人家的想法呢 和我们想的呢 可能啊 不太一样 他们选了黄道极字 对吧 我们是 年轻一代呢 就想选一个 我们啊 比较有纪念的日子 对吧 我觉得很多东西吧 我们俩都是顺其自然 呃 长辈们呢 就是啊 有的时候会想啊 说 呃 你养了一只狗狗啊 会不会就不想着要娃了呀 啊 其实我们 其实我们觉得吧 就是 养狗狗和那个养娃啊 它这个并不是一个冲突的事情啊 啊 它没有说啊 会影响到这样子 其实我们两个人啊 现在也算是旅行结婚啊 所以说呢 我们两个人之间呢 其实呢 就差一张证 是不是 嗯 所以说呢 呃 我们俩现在属于那种 属于不合法 知道吧 在一定意义上来讲 啊 今年呢 我会我今年呢 我会把这个事情呢 然后啊 给它合法化 合法化 让你出现在了 对吧 我家的户口本上 你都没有户口 哈哈哈哈 说到这个户口啊 对吧 那我们对吧 以后呢 呃 还要想呢 就是在哪里定居嘛 对不对 在哪里定居啊 可以在哪里落户 这也是我们今年呢 就是打算做的一个事情吧 明天呢 我们是打算是往那个广州的方向走 然后呢 呃 也打算就是了解一下广东嘛 虽然麦鱼是一个广东人 但是呢 他对于广东啊 其实并不是特别了解 所以呢 我们也打算这段时间嘛 可以在那个广东啊 广州周边呢 我们啊 可以去逛一逛 玩一玩 然后 他也是想吃这边的美食啊 哈哈 这一块不要说出来吧 哈哈哈 这些天啊 在麦鱼家这里啊 就是到处都在吃美食 我发现 我发现那个广东的美食还是蛮多的 他不放辣椒啊 但是呢 不放辣椒啊 我感觉也是能吃好多的那种 所以呢 我们打算去那个广州的 所以呢 我们打算一路到广州嘛 然后呢 呃 在广东那个周边啊 我们转一转 然后呢 哎 吃吃美食 了解当地 呃 逛逛景点 来聊聊了解一下广东 你知道吧 以后呢 说不定也可以 对吧 就是呃 定居在广东这边啊 也是有可能的 对不对 嗯 啊 现在呢 我们这个定居的地方啊 也是没有想好啊 我们就是利用今年的时间嘛 利用这两年的时间呢 就是啊 慢慢找吧 哈 找到一个反正就是两人比较都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 是吧 嗯 嗯 这个季节我觉得在广东还是蛮舒服的 因为现在的话就是呃 属于那种不冷不热吧 嗯 现在呢 我们就想趁着这个广东的好天气吧 然后呢 啊 不冷不热的 在广东转一转 要么等到夏天的时候啊 真的是 夏天真的是比较重要广东啊 嗯 听麦娱之前跟我说啊 一天一 啊 一天要洗两三遍的澡 因为人一手出去啊 对吧 回来身上全是湿沙沙的 是不是 嗯 所以说他们这边喜欢冲凉 你知道吧 冲凉 嗯 嗯 你还没体验这边的夏天呢 哎 还真是 我从来没有体验过广东的夏天 好 让我感觉上 给我的印象里嘛 就是 呃 很热很热的那种感觉 呵呵 好了 回去睡觉了 好吧 好吧 关了 听你这话怎么那么想睡觉 哈哈 你眼睛都睁不开了 哈哈 哈哈 可是最最最后一碗 好吧 回去睡觉了 把这苹果吃完吧 好吧 梨 降火 不分梨 不分梨 梨 一个人吃 知道吧 狗 狗好像也不好吃梨啊 狗不能吃梨 狗不理 狗不理 很讨厌 狗不理嘛 对不对 狗不能吃梨 还有没大白吃的呢 30里有没吃过 30里有狗不能吃吧 好香啊 广东这边比较多 有了有了 有了吧 大白刚吃完苹果就不给他吃了 好了好了 墨迹墨迹的两个人啊 好了好了 走了 我们这个车决定了 要闪电了 闪电了 行了行了 墨迹墨迹的 行了行了 走了 大白都到门口了 好吧 走了走了 等我们走了 还墨迹快走了 墨迹 你看 睡觉了 走了 等着了